现在我们开始做这个面膜 我们取出一片 那现在我们开始使用这个泡泡面膜 如果说你是早上使用的话呢 你不要特地去用肥皂型的皮肤 你可以直接敷上这个泡泡面膜 因为它是深层洁净的 然后呢它可以打至我们的毛孔干净 然后呢我们跟它打开 然后呢当它的这个包装里面 而且还有一些精华的话呢 你都可以跟它拿出来剩下的 然后你就跟它弄均匀 打圈圈 让它的精华呢 均匀的呈现出来 现在只不过是不到一分钟 它的泡沫就已经开始冒出来了 这个是一分钟之后让它掉 尤其是鼻子这里 跟它取出一点 我们就等时间 好的 明板皮肤呢就用8分钟的时间就足够了 然后呢油性皮肤 普通皮肤呢都可以聚久到15分钟 现在呢已经经过了 差不多有8分钟的时间 所以差不多呢 如果你是敏感皮肤的话呢 8分钟我们就可以 取出来清水洗脱就好了 不需要再放肥皂洗你的皮肤 因为呢它已经达到很干净的效果了 然后多久做一次呢 煮到期间做一次就好了 然后呢在做之前呢 不需要去做任何的磨砂 不需要做任何的去角制成 黑珍珠粉是可以去除我们的屎皮 它的泡泡会越来越多 会越来越多 因为呢它经过了空气之后呢 它变成了一种氧气 然后呢才能够注入我们的皮肤里面 有玫瑰精华油在里面 所以呢我们的皮肤在清洁的当额呢 它可以保湿 那现在你会感觉到就是皮肤会冰冰凉凉的 通常都放13分钟 那我就去洗 那取出来了之后呢 用清水洗掉就行了 那如果你本身有黑头 有粉刺很多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稍微跟它打圈圈 然后当你的面膜要拿出来了之后呢 那个整个面膜 你可以拿来洗腻的 等一下